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下個月公佈新一份財政月算案 社區組織協會星期日召開記者會 公佈基層市民 對2023年度財政月算案的意見 取得生果金是三千多元 我工作沒工作 疫情之前我還有工作 年紀大人不聘請 生果金只有三千多元 我住的床位交了二千元 我怎樣生活 在政府加幅 在我們中援金加幅 可以說三五幾加到四點 政府以為很多很多 其實加這麼少 一天都加不到菠蘿包 社區組織協會就調查結果 提出建議 包括向基層市民 派發一萬元的基層生活津貼 設立短期失業 及就業不足援助金 協會副主任施麗珊 亦表示 在經濟增長放緩 以各項公共事業加價下 大多數基層家庭生活 已足夠建築 建議當局增加基層就業崗位 提供現金水電費津貼 亦建議重推MMO津貼計劃 幫保房屋及醫療開支 並且盡快律實 免核酸全面通關 減輕中講工作基層的財政壓力